包间的桌椅都是竹制的 顶上悬着斩竹笼形的灯 窗外全是绿色 入目即书 魏无羡等人坐下 你还说了句方言 蓝忘机回答了他 你还笑着答应着去了 他说什么 颜亮问 他问我们吃什么 我让他看着安排就行 蓝忘机说 没一会 你还送了茶水过来 他向蓝忘机偏过头 微微眨了下眼睛 蓝忘机说了声 你们先坐下 就跟着他出去了 颜亮提起茶壶 给美人都蒸了一杯 这茶还挺好喝的 不算很浓 有一股子清香 真漂亮啊 高凌峰感叹道 颜亮闻贤歌儿之雅意 哟 我们风歌陷入情网了 高凌峰挑挑眉 这么美的跟个心里下凡式的人物 你敢说你不动心 再说我陷入情网有什么用啊 人家眼里可没有我 颜亮点点头 他好像对蓝忘机有点意思啊 朋友 请去掉你的好像 高凌峰严肃的说 不是好像 是肯定 要不他怎么一进来 就找蓝忘机出去啊 可能他们认识呢 我看这女孩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小吧 颜亮说 他眼睛可真好看 跟会说话似的 高凌峰说 则 动心了我们风歌动心了 颜亮笑着说 高凌峰悠悠叹了口气 不说别人 要是这女孩能看上我 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在这入个坠当个上门女婿也行 哈哈哈哈 颜亮大笑起来 没想到风歌还是个情种 两个人互相打趣着 突然发现魏无羡沉默好一会了 魏少 你怎么不说话啊 不会是也被那女孩给惊艳的傻了吧 魏无羡把丸卓手里粗糙中带着点艺术气息的茶杯 看向门口的方向 突然站了起来 蓝湛怎么还没回来 我去看看 他说着就走了出去 蓝旺鸡跟那女孩去了哪里 他并不知道 便四处找了找 好在地方就那么大 也很宽敞 他很快就看到了两人 蓝旺鸡和女孩并肩站在门口屋眼下在说话 两人一色的民族服饰 看着很养眼 也很般配 魏无羡心里莫名酸酸胀胀 很不适滋味 他硬着头皮走过去 在两人身后嗨了声 蓝旺鸡回过头来 脸上带着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笑意 这让魏无羡心里又一酸 他临时找了个借口 快上菜了 他们让我来找你 蓝旺鸡跟女孩解释 这是我大学同学 他们过来玩的 你还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 向魏无羡打招呼 你好 欢迎 蓝旺鸡点了个头 进去了 他领先往回走 魏无羡不想显得 自己就光为了拆散他们的谈话 没话找话的跟女孩搭讪 你刚刚那是在干什么 屋檐下有张椅子 他们进来时女孩就坐在那里捡东西的 现在他捡的那只竹框放在地上 女孩看了看 笑道 我在捡南瓜花 捡那个干什么啊 魏无羡笑着问他 吃啊 南瓜花炒菜很好吃的 女孩笑着说 眼神清亮纯洁 哦 南瓜花都能吃啊 魏无羡夸张的说 你也太厉害了 我们这都吃的 女孩笑得很开心 魏无羡也跟着笑 但很快 他感觉到一道凉嗖嗖的眼风 蓝旺鸡正在不远处连廊上看着他 目光很是不善 大概 是看到自己拆散了他们的友好聊天 换上自己跟你还在聊天 觉得不爽了吧 可是你怎么不想一想 你是在大城市念书的 山里的花再美再香 你也不可能把他挪去大城市啊 会水土不服的 蓝旺鸡这个成绩 宝言是毫无问题的 肯定所有老师都斟酌想抢他 再然后读博也是大概率的事 加上大学还两年多 这每个六七年玩不了 难不成人家一直在这等你啊 那不得等到花而泄了 魏无限替他操心的庭院的 蓝旺鸡却好像并不领情 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 似乎还憋着一股子气 走回包厢里 果然已经在上菜了 颜亮笑着说 你们还不回来 等下就只能吃点剩的了 大家都很饿 马上就拿起筷子开动了 高凌峰说 怎么去了那么久 魏无限说 我刚刚问了 那女孩在捡南瓜花呢 原来南瓜花也能吃 颜亮挑起一筷子菜 是这个吧 应该是 高凌峰和魏无限纷纷都下了筷 表示好吃 那可真是个南瓜稀释 高凌峰说 什么南瓜稀释 颜亮不懂就问 鲁迅不是写过一个豆腐稀释吗 高凌峰解释道 魏无限和颜亮描动 顿时笑得有点停不下来 太形象了 蓝旺鸡看着不怎么高兴的样子 半上才道 那是我初中同学 南瓜稀释并不是什么好话 多多少少带着点轻挑之意 那是蓝旺鸡初中同学 也相当于发小 青梅竹马之类的 难怪刚才相谈甚欢 这回他不高兴也正常 不应该拿他的同学开玩笑 不说就是了 有什么了不起 魏无限哼了声 我们就随便说说的 他语气有点冲 高凌峰和颜亮对视一眼 马上也陪着笑打哈哈 不好意思啊 蓝旺鸡 开玩笑的 不说了啊 因为这点小小的插曲 接下来的气氛不那么好 全靠颜亮和高凌峰在那插课打混 魏无限不怎么想说话 蓝旺鸡就更不说了 只处于一种有问必答的状态 回来时遇见路边摊有卖水果的 好肥瘦的花皮西瓜 和一串串新鲜采摘的深紫色葡萄 他们停了车去看 小贩切了西瓜给他们尝 这里日晒长 天气干燥 而且土壤肥沃 再加上当地政府 大力扶持科学种植 西瓜自然甜 而且沙 口感好的不行 魏无限吭斥哼吃肯玩一块 要找个地方丢瓜皮 突然听到脚底下有嘶哈嘶哈的声音 定睛一看 一只黑毛大犬正留着哈喇子眼巴巴的望着他 魏无限吓得西瓜皮一甩 回身就跑 身后正是蓝旺鸡 魏无限不由分说的往他身上一窜 蓝湛救我 他这一番操作 旁边几个人都吓猛了 高凌峰手里的瓜皮都掉了 蓝旺鸡猝不及防备他一扑 往后退了几步 才扎住脚跟 稳稳站住 两手本能地拖住魏无限的大腿跟 只是一瞬间 大家便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高凌峰和颜亮哈哈大笑 魏少 不是吧 你怕狗 这狗动都没动呢 你怕他干什么 高凌峰笑得喘不过气来 魏无限挂在蓝旺鸡身上 有些骑虎难下 蓝旺鸡也不好就撒手 人笑端着他 没事 这狗不咬人 那狗是农家训养的 主人在旁 他也不敢叫唤 倒被魏无限吓了一跳 又被蓝旺鸡凌厉的目光盯了盯 往后退到路边树底下去了 睁着无辜的狗狗眼 魏无限见狗退去 惊魂俯定 也是发现自己姿势不雅 利索弟从蓝旺鸡身上滚下来 还体贴地给他拍了拍星前 也不是怕 就突然对上眼 没反应过来 对不起了蓝湛 高凌峰和颜妙 哈哈 蓝旺鸡勾了勾唇 没事 他们要了一筐子葡萄 还搬了好几个西瓜上车 高凌峰还意犹未尽的梅直住笑 魏无限指了指他 闭嘴 小心我戳你 哎 行 不笑了 高凌峰柔了柔笑酸了的腮帮子 不过魏少你刚刚反应真的是 我去 就那么往蓝旺鸡身上一跳 得亏蓝旺鸡下盘吻 要换个人 不得摔到一堆去 魏无限自我解嘲道 所以喽 我可不指望你 还是蓝湛靠得住 嘿 那什么说得好 蓝旺鸡这叫男友力爆棚 言亮刚执着的 这会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都什么跟什么 如果我有罪 请用法律判决我 而不是派个这样的猪队友来坑我 魏无限狠狠瞪了高凌峰一记 魏无限恨不得撕了高凌峰的嘴 刚刚就因为他的口无遮拦 蓝旺鸡都不高兴了 这会又乱说 他悄悄瞄了眼 蓝旺鸡目不斜视的开着车 倒并不像不高兴的样子 魏无限努力找话添补 想把这个梗盖过去 他随口道 哎 蓝湛 先头不说带我们去看你家的旧居吗 来的路上他确实提了一嘴的 但当时蓝旺鸡并没有答应 看过了 蓝旺鸡诞声说 头也没回 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 我怎么不知道 魏无限奇怪起来 这里的路一马平穿的 也没有个红绿灯要等 蓝旺鸡不好回头 只抬手向斜后方折指 几个人回头看去 正对着他们后方的山顶 太阳隐去的地方 那屹立着的古宅沐浴在晚霞里 焕发着瑰丽又神秘的色彩 不会吧 你说我们参观的那座大宅院 就是你以前的家 魏无限瞪大眼睛 蓝旺鸡波澜不惊的 暗了声 迁到势里去后 这里就捐出去当文物了 那时候我还很小 没什么记忆 他语气相当平静 仿佛这是个不值一提的小事 如果是别人用这个语气来说这个事 免不了有装必百库的嫌疑 但从蓝旺鸡嘴里说出来 就很蓝旺鸡了 魏无限跟后座两人对视了遍 彼此眼力都充满震惊 且无话可说 原本打算说在这玩的几天 话销他们几个摊一摊 就不让蓝旺鸡出钱了 现在看来 没那个必要 人家可是贵族的后裔 那么好的宅院说捐就捐了 还能在乎这么三两个钱 而且平常蓝旺鸡出手 虽然并不奢侈 但绝对大方 不拘小节 回到家 大家往车下哼吃哼吃 搬着大西瓜和橙香葡萄 蓝二叔比他们先到家的 正坐在沙发上喝茶 蓝旺鸡指挥他们把水果搬出房里 然后准备做饭 颜亮自觉留下来给他打下手 原本这应该是魏无限的位置的 但魏无限今天难得没有开口争 颜亮就很轻松地上位了 魏无限和高凌峰 只好去客厅里跟蓝二叔聊天 尬聊的那种 这也就是魏无限不喜欢去别人家的原因了 面对大人 你得小心翼翼 表现出琴学上进 刻苦钻研又有礼貌的好品质 家长都喜欢这种 魏无限也不是不会 敷衍人他可太会了 见人总是一脸笑 魏无限很容易招人喜欢的 旺鸡第一次带人回家里玩 你们一定是他很好的朋友 蓝二叔说 魏无限笑着点头 他是问心无愧 高凌峰这个脱油瓶就有点心虚了 本来他跟蓝旺鸡也就是认识了 一起吃过一两次饭的关系 不是魏无限 他哪有机会来 这会被定义成蓝旺鸡很好的朋友 高凌峰就挺惭愧的 干巴巴的笑了笑 当听说他们三个里 有两个是跟蓝旺鸡一个戏学地质的 就魏无限一个人试学艺术的 蓝二叔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小魏你和旺鸡怎么认识的 魏无限唇角微扬 卷了个很得体的笑 我们上图书馆常碰到 就认识了 他轻而易举的营造出了有为青年形象 蓝二叔果然很是赞赏 点了点头 道 学艺术是相当需要天赋的 学好了很了不起 你学的是哪个专业 雕塑设计 魏无限笑着说 两手放在膝上 他肩背都挺得笔直 视线的余光描了描高凌峰 见他也一样做得端端正正的 跟接受拷问的学生一样 又像是在面试 或是相亲 雕塑是我国传统艺术里很重要的一环 不错 蓝二叔表扬道 魏无限禁不住有点想嘚瑟 另外我还跟同学一起搞一点游戏设计什么的 游戏设计这是很时尚的一种艺术 我不懂 但我想 搞这种设计的一定要脑子很灵活 很有想象力才行 蓝二叔笑着说 他看着挺严肃的 但其实很会讲话 什么话他都能游刃有余的接住 而且回得很漂亮 让人听着舒服 魏无限不觉有点飘飘然 也没有了 弄着玩玩的 他谦虚到 为自己能轻松得到蓝二叔的认可而沾沾自喜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这装壁装的有点过 还是得留点机会给高林峰表现 也是怕自己这装壁的路一旦走顺了会收不住 便适可而止地站起来 说我去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魏无限推开厨房的门 礼别安安静静 蓝忘机在搅拌着砂锅里的菜 像是在炖什么 炎亮在切黄瓜 嗨 兄弟们 要帮忙吗 魏无限走过去问 不用 我再就够了 炎亮不解风情的说 还是我来吧 你出去看看 风哥一个人待着估计挺痛苦 你去陪陪他 魏无限说 呃 炎亮还在犹豫 这个年纪的男生 谁愿意跟长辈谈话啊 蓝忘机拿了颗大蒜 放到魏无限手边 帮我包一下 我刚刚已经包了不少了 炎亮说 他将支碟子往蓝忘机面前推了推 里面码着不少白花花的包干净的蒜头 还需要一点 蓝忘机面不改色道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再不懂 炎亮不仅蠢 而且是不知趣了 幸好炎亮不是 他呃了声 灰溜溜的出去了 炎亮一出去 空气里再次陷入安静 魏无限静静的在蓝忘机旁边站了会 蓝忘机穿着短袖 细条围裙 围裙的腰带恰到好处的卡在他腰间松松竖着 既显得他腰身精瘦有力 同时因为在操持着锅铲 垂着结的脸上 又自带着一股烟火气的温柔 魏无限一时不知怎么开口 他们之间有种微妙的 只有他们两人能感觉到的不得尽的情绪 还没有解开 爱 还是得我先来开这个口 魏无限无声叹口气 伸头往汤锅的方向看了看 问道 炖的什么 板栗炖鸡 蓝忘机说 是因为我早上想吃板栗吗 所以现在就安排上了 魏无限的心微微动了动 鸡汤啊 难怪这么香 他举了举手里的蒜 这都要包了啊 蓝忘机看他一眼 想包多少包多少 不包也没事 那就是包蒜这个工作可有可无备 不过是个碾炎酿出去的借口呗 魏无限心里一下又舒坦了不少 今天那女孩是你同学啊 他搭讪着又问 打算好好跟蓝忘机聊聊这个话题 让他知道他们并不合适 当然 如果蓝忘机有心回来发展 而女孩也一往情深的愿意等他 又另当别论了 他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 进行善意的提醒 怎么 蓝忘机语气不觉就沉了下来 他喜欢你对吧 魏无限说 当着炎亮和高林峰 他没好意思说 万一蓝忘机不回答他就尴尬了 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他就无所谓了 没有 蓝忘机言简一概 没有个屁啊 你当我瞎吗 那女孩看着你的目光 都带着心细 我们走的时候 他一直目送着离开 他在看谁啊 瞎子也能知道啊 那你 魏无限挠了挠笔尖 想怎样措辞比较婉转 那兮也不会喜欢汉人 蓝忘机看了他一眼 那兮应该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还挺好听的 你不是说你们族可以跟汉族联姻的吗 魏无限好奇的问 可以 指的是法律不精致 但很多人还是保留着传统的习俗 不愿与外族通婚 蓝忘机平静的给他分析 哦 那可惜了 魏无限替高凌峰遗憾了句 所以你不要对他有什么想法 蓝忘机背对着他 很快的说了句 什么嘛 关我什么事 魏无限一连猛 我没有 我觉得 魏无限还没说完 高凌峰叹了个头进来 还没好啊 我快饿死了 估计他是跟蓝二叔聊天聊累了 一累人就容易了 快了 蓝忘机说 那我先摆碗筷 高凌峰很高兴地道 没多久 颜亮也跟了过来 几个人七手八脚的摆桌子 盛饭端菜 蓝忘机最后又炒了道小菜 就可以吃了 板栗炖鸡香的要命 汤鲜美而不腻 板栗又很粉 颜亮笑着说 蓝忘机你可太贤惠了 要没有蓝二叔在 他肯定要说哪个女孩嫁给你就太有福气了 但有长辈在 说话不能不收连点 蓝忘机的厨艺比他说得高了不止一点半点 看着一大桌子菜 也被消灭了个干净 汤都没剩一口 不过天天做蓝战可就太累了 还是在外头吃了再回来的好 一个二个 哥厄狼似的 魏无羡喝着最后一点汤 心里盘算着 吃完饭 又吃了会西瓜和葡萄 蓝二叔就上去了 留下几个年轻人自由活动 高凌峰自发自觉要帮忙洗碗 那我先洗澡 颜亮边说边往楼上走 魏无羡也跟着上了楼 他洗完澡顶着毛巾出来 蓝忘机才在楼下收拾完上来 你洗吧 魏无羡笑着说 嗯 蓝忘机顺手收了他的毛巾过去 走向浴室 魏无羡盘着腿坐在床上打游戏 今天跟蓝忘机的对话还没有说完 不知等一下还要不要继续 是不是显得他太大张旗鼓了 但不说完 魏无羡心里哽着又不舒服 尽管那些有着完美的脸蛋和身材 人看起来也清纯开朗 但蓝忘机和他的人生轨迹太不一样 这就不合适了 找对象不讲究的一个志同道合吗 欲世底水声稀稀利利 魏无羡心里也不能平静 以至于他今晚答题的水平相当低 石道里面只答出来一两道 就只得了很可怜的一点积分 魏无羡指挥着游戏中的小人 搭眉搭眼的去领积分 这是对面房间高凌峰在那鬼哭狼嚎的叫他 蓝二叔就在楼上 也不知楼层间隔音怎么样 魏无羡不能任他这样吵 他操了声 丢下手机就火急火燎的往对面跑 对面房间门关着的 但没有反锁 魏无羡一扭就开了 高凌峰站在镜子前 皱巴着眉头看着他 魏少你看 高凌峰捏着自己的腰 上身往后拧着 摆出个急妖娆的姿势 魏无羡走进去 看出他后腰上长了个大浓包 周围一圈都红了 中间一朵青白色的浓点 已经长成熟了 顶尖都透明的带着亮 哟 上火了呀 魏无羡说 炎亮擦着头发从洗手间出来 谁上火了 魏无羡指了指高凌峰 他啊 刚刚叫得跟个杀猪似的 你没听到啊 炎亮凑过去看了看 笑着说 听到了 以为他糟结色了呢 我还想我马上出来 合不合适 你们尽管埋探我吧 高凌峰苦着脸说 早上感觉这里硬了一块 下午就长这样了 衣服刮着都疼 要我说啊 是窈窕淑女 求之不得 所以着急上火 炎亮说 看来也就只敢背地里口嗨一下 人前都跟青春小男生似的 斯文的不得了 这可咋办 高凌峰问 挤了背 魏无羡没当回事 腾咧 高凌峰说 那您留着过年吧 魏无羡说着就要走了 别别 我挤我挤 你帮我 高凌峰喊道 自己挤 魏无羡不想理他 他游戏还没关呢 我自己怎么挤 高凌峰苦着脸 又看向颜亮 颜亮盲摆摆手 别找我 我没干过这种事 魏无羡看了看 那颗豆腾的角度 高凌峰脖子扭断 估计也看不全 而且也很考验腰的柔韧性 魏无羡虽然懒 但怎么着也是家里有个弟弟的人 带孩子偶尔帮着几个豆也有过 魏无羡换乳牙的时候 就牙老不掉 他随手就给他爬拉下来了 这对他都是小事 无他 天下功夫 唯快不破 他吓得下手去 狠狠心 稍稍一用力就行了 行吧 你别嚷了 魏无羡看了看 有药膏吗 还要湿纸巾和棉签 颜亮丢了包湿纸巾过来 纸巾棉签有 药膏没有 魏无羡想了想 牙膏也成 牙膏能消炎 颜亮去拿牙膏 魏无羡这边就开动了 腰部这个位置还是有些敏感 魏无羡先用湿纸巾给浓包周围擦了擦 然后两手捏过去 颜亮扁着嗓子说 哟 为少要吃风哥的豆腐了哦 魏无羡一口气顿时就散了 手一撒 你来你来 这口豆腐我留给你吃 颜亮笑着往旁边躲 不不不 还您来 您是师父 不会你别在这捣乱 魏无羡说 高凌峰也撵他 去 一边的 魏无羡再次伸手过去 捏住高凌峰腰间那一撮耳肉 但他一用力高凌峰就惨叫 跟被鬼抓了似的 魏无羡只能再次停下来 瞪着他 高凌峰白手 你别管我 急你的 我就喊个伴奏 魏无羡吃了声 不知道的 以为你上刑场就已了呢 颜亮在旁边了 房门突然推开了 蓝忘机举着魏无羡电话进来 你电话响 他说 魏无羡手一抖 差点没挤出来 不过农邦还是破了 他回头看了眼 问是谁 你弟弟的视频 蓝忘机 雨气冷冷 有些不自然地道 他与他们隔了一段距离 没有再进前 低垂着的眉眼像是压了双血 看一眼都要被冻个机灵 魏无羡莫名有点心虚 没心思给人挤到了 他撒开手 将善后工作交给颜亮 把伤处用湿纸巾给他擦擦 再用棉签给他抹点牙膏在上边 颜亮丝棉签 抹多少 你随意 多少不羡 魏无羡说着就洗手去了 洗着洗着心里又有点莫名其妙 我心虚个什么劲啊 心虚 不就给高凌峰几个痘吗 蓝忘机怎么一副我干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 想一口咬死我的样子 他叹口气 擦干手出来 魏无忧那边电话已经挂了 魏无羡给他拨了过去 魏无忧叫他 哥哥 你在做什么 魏无羡把镜头对向高凌峰 你看你疯哥哥 高凌峰正被牙膏落得嘶哈嘶哈的 魂言 呲牙咧嘴的向电话里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 悠悠 晚上好 风哥哥 魏无忧说着也冲电话里摇了摇手 跟着又问 风哥哥你怎么了 他上火了 谁叫他不爱吃青菜呢 魏无羡顺嘴就叫醒了弟弟一句 边说边往对面房间走 然后往床上一躺 蓝忘机也跟了进来 顺手把门关上 哥哥 你和忘机哥哥一屋啊 魏无忧说 恩娜 魏无忧对着屏幕乖巧的叫了声忘机哥哥好 蓝忘机冲他晃了黄手 魏无羡把镜头对回自己 你不是跟风哥哥一屋吗 魏无忧问 他那屋有别的哥哥住了 魏无羡解释道 那哥哥你跟忘机哥哥住一屋 就是说你和忘机哥哥比跟风哥哥关系更好吗 魏无忧继续追问 可真是能操心啊 也真能绕 魏无羡叹了口气 是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 网上拿着叠好的衣服 放进衣柜的蓝忘机看了一眼 蓝忘机垂着脸 魏无羡看不清他的神色 但他唇角却压着点引不住的笑意 似乎对着回答 还挺满意 切 笑屁啊 我可不是因为你刚刚好像生我气了故意讨好你啊 我早就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了啊 大哥 我还带你去过我的秘密基地了呢 那可是谁都没有的待遇 魏无羡心情愉悦的仰躺着 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和魏无忧聊着 蓝忘机放好衣服似乎有点犹豫 看了看魏无羡 大概是想找个能不入境的角度坐着 免得魏无忧这个八卦大王 又没头没脑问出些什么不知轻重的问题 但疑难很容易就解决了 蓝忘机接了个电话 好了两声 就用手指指了指楼上 示意魏无羡他书找他上去说话 魏无羡点了点头 蓝忘机快不出去 他穿着长款睡衣的身影挺把洒脱 又沉稳端方 魏无羡莫名就能从他身上 看出些大家族继承人的影子 真他妈帅 魏无羡对着和尚的门打了个响指 蓝忘机跟他说这通谈话还挺长的 魏无羡电话挂了好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回来 本想硬挺着等他一等的 但今天出去爬一天山 魏无羡还真有点累 他想就闭着眼睛边睡边等吧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得睡着了 手机也掉到一边 蓝忘机轻手轻脚进来的时候 魏无羡有一点感觉 但不多 不够支撑他睁开眼睛 眼皮子上的光暗了 是蓝忘机关了灯 跟着身侧的床垫线了线 魏无羡意识已经很浅 如果接下来一切安静 他就可以安稳的一觉睡到天明 可是蓝忘机似乎并没有躺下去 而是轻轻地往他的方向靠了过来 魏英 魏英 他一连轻轻叫了两声 叫我干什么呢 有话明天再说吧 魏无羡眼皮子又色又重 实在是睁不开 喉咙也跟被堵住了似的 发不出声来 这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魏无羡记得有几次 他在蓝忘机宿舍里睡 脸上刨过毛毛虫的感觉 那是在梦里才有的 平常白天他记不起来 现在到了特定的环境 那种记忆就格外清晰 因为跟此刻一模一样 毛毛虫刨过魏无羡的眉毛 划过他闭着的眼睛 然后顺着鼻梁一路往下 在他的嘴唇上停下 很轻很轻地来回蹭了蹭 然后停在了他的嘴角 魏无羡脑子里一下就炸了 他清晰地意识到 这不是毛毛虫 而是蓝忘机的手指 温软的 灵活的 蓝忘机在摸他 而且 如果今天的毛毛虫 是蓝忘机手指化身的 那是不是可以合理推断 前几次的毛毛虫也都是他 想到这一点 魏无羡突然呼吸就停住了 魂也飞了 蓝忘机为什么摸他 总不会就是为了摸得好玩的吧 他床上 他家里 也没有什么公仔类的东西 显然蓝忘机不是那种 需要摸着点什么才可以入睡的人 而且蓝忘机对别人都是生人物尽 不屑于跟人有任何肢体接近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摸我 思维的尽头 有一层薄纱 魏无羡想掀开来看看 却又害怕捅破他 想到某一种若隐若现 虚无缥缈的可能 魏无羡不仅魂飞了 感觉自己脸都麻了 他稍稍动了动 装作在梦里觉得痒 伸手到脸前抓了抓 蓝忘机手马上就拿开了 魏无羡顺势翻过身去 他怕自己忍不住眼睛想动 被蓝忘机发现 他已经醒来的事实 比起眼前这样 魏无羡更害怕要醒来面对蓝忘机 这太神他妈尴尬了 背对着蓝忘机 魏无羡眼睫毛快速的闪了闪 悄无声息的虚了口气出来 蓝忘机那边始终安安静静的 过了半晌 大概是确定了魏无羡没有醒来 他才放心的躺下 然后捏起一脚被子钻进来 围在了魏无羡身后 一只手臂须须的还着他的腰 嘴唇贴到他后颈上 潮热的呼吸喷洒在魏无羡的皮肤上 呼 魏无羡脑子里瞬间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烧水壶 一边发出让人耳鸣的巨大声响 一边散发着致命的热气 这股热气消散不掉 在魏无羡身体里四处乱窜 最后集中火力往他腹部窜去 魏无羡感觉到自己身上冉冉升起的一样东西 然后烧水壶啪了一下炸了 魏无羡彻底停止了思考 昏暗的房间里几乎落针可闻 耳畔充斥着心跳的声音 声音这么大 蓝忘鸡听到了吗 听到了 他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其实并没有睡着 而且我 甚至还有了某些不良的反应 如果蓝忘鸡胳膊再往下移一点点 势必能感觉得到 真是造孽啊 明明急得不行 偏偏某些小东西还不听话 魏无羡心里好像有个歹徒 扛着枪在肆无忌惮地扫射 突突突突 好在蓝忘鸡应该是没听到 魏无羡几乎要捅穿胸膛的心跳 不久 他就稍稍退了退 躺平身子 在一边发出了平缓又清浅的呼吸 蓝忘鸡睡着了 魏无羡重重地输了口气 头发 眼睛 手脚 一点点从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 下一秒 魏无羡的手无法克制式地颤抖起来 他紧紧揪着床颜 平静地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思考 如何抚摸他的眉眼并不代表什么 也许是看他太好看了 所以忍不住动了手 那么蓝忘鸡印在他颈脖子上的那个吻 又是什么 总不可能吻也是纯洁的欣赏吧 魏无羡闭了闭眼睛 感觉一切有些脱轨 我把你当兄弟 你把我当 他没经历过这种事 而蓝忘鸡就在旁边安睡 这让魏无羡无法静心思考对策 唯一想到的 就只能是先分开一段时间 找个什么样的借口 能离开的自然而了无痕迹 无论怎样 魏无羡第一就是不想伤害蓝忘鸡 想到他白日礼装的若无其事 只能晚上在他身上悄悄蹭一蹭 魏无羡就觉得有点心疼 那么冰雪剔透的一个人 早晨蓝忘鸡什么时候起来的魏无羡不知道 只觉得自己在睡梦里一个劲的在撸蘑菇 撸半天还撸不掉 他用力一拔 蘑菇被他连根拔起 跟着他身体舒然一空 魏无羡猛的惊醒过来 哪有什么蘑菇啊 他抓的是蓝忘鸡的枕头 身下湿湿凉凉一片 操 这都什么事 魏无羡脚步虚浮地跑去洗了个澡出来 清醒不少 他换好衣服往楼下看了看 蓝忘鸡站在厨房按台前忙碌 应该是在做早餐 魏无羡有点心虚 不敢跟他独处 转身踹开了对面的门 还不起来 都几点了 吃早餐的时候 炎亮和高林峰都说 昨天爬山爬得有点狠了 腿肚子痛 今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最多在市区里逛逛 市区有什么好玩的吗 炎亮问 蓝忘鸡包了一颗水煮蛋 熟练地放到魏无羡碗里 有博物馆 商场和娱乐城那些的也都有 他说 那可以 炎亮说要不我们先去博物馆参观参观 然后可以看看有什么暑期档电影 蜘蛛侠最新一集应该就是这两天上 高林峰说 魏无羡心不在焉地拿起鸡蛋咬了一口 这颗蛋似乎蛋黄有点大 不太好吞咽 他端起旁边的奶茶喝了一口 结果发现奶茶没放糖 一点甜味也没有 魏无羡 他看了看 自己喝的竟然是蓝忘鸡那杯 你不吃糖的啊 他问 习惯了原汁原味 你们三个的都加了糖 喝你自己的 蓝忘鸡咬着手里的饼道 就要喝蓝忘鸡杯子里的财香吗 为少是吧 高林峰笑嘻嘻地调侃 魏无羡咳嗽起来 差点喷他一脸奶茶 心虚的都不敢看蓝忘鸡 这使他放在茶几上的电话响起 魏无羡嘟嘟浓浓地走过去接 谁这么早啊 不出意外 是陈小春 什么 你腿折了 算不算工伤 有没有人照顾你 妈的 你等着 魏无羡挂了电话 一脸义愤难平地走回餐桌旁 一桌的人都看着他 怎么了 高林峰问 春歌嘻 魏无羡的愤怒很像那么回事 他修车的时候 不小心被一个什么高处掉下来的器具砸到腿 砸挺重 腿都折了 结果他们老板说是他操作不当 都不肯给他算工伤 也不让人照顾他 把他往医院里移送就完事 这回春歌正一个人才兮兮的躺病房里 连个看的人都没有 这么惨啊 这什么老板 还有没有人性的 严谅皱着眉头道 你不说他挺那啥的吗 怎么 高林峰道 他胆小 也就在我跟前厉害 我不在那 他就跟个若姬一样 任人欺负 屁都不敢行一个 魏无限拍了下桌子 他家里人不管他吗 严谅问 他叔叔 婶婶哪有空离他啊 除了找他要家用 其余的时候都认他自生自灭的 魏无限闷声说 那怎么办啊 严谅问 魏无限皱着眉头想了想 非常勉为其难 大概 他是想我回去看看他 回去看看他 总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而且应该还算自然 魏无限松了口气 严谅和高林峰对视了眼 虽然觉得魏无限走了会少了很多乐趣 毕竟魏无限是连接他们和蓝望鸡之间的桥梁 有什么话他们不好跟蓝望鸡说的 魏无限张口就说了 但人家兄弟出了事 他们也不好意思拦着不让他走 魏无限早餐也没心思吃了 先查起机票来 最快的是在下午一点 算算还来得及 魏无限快手快脚的定了 然后问蓝望鸡 你们这打车方便吗 有没有熟一点的司机 我送你 蓝望鸡说 那不用 你来回跑太费事了 魏无限说 虽然才来了两天 但蓝望鸡是最忙的那个 只要在家 就是他做饭 出门他是司机导游兼钱包 忙前忙后的 他像是有始不完的经历 要不我和风哥开车去送魏少吧 蓝望鸡你在家休整一下 言亮体贴道 不用 我送 蓝望鸡挺平静的说 要走现在就得出发 魏无限跑上楼去收拾行李 都没敢看蓝望鸡的眼睛 他实在太心虚了 东西不多 魏无限草草收拾下楼 高凌峰他们在门口等着送他 要不我们一起去送吧 可以轮着给蓝望鸡开下车 轻松点 高凌峰说 不用了 蓝望鸡接过魏无限的行李 放上后围箱 家里东西你们随便用 当自己家一样 想出去玩也可以 蓝望鸡拿了串钥匙给颜亮 就转身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上 魏无限跟高凌峰他们告别 我回去看看 春哥钥匙没什么大问题 我又过来 反正两边都有机场 交通也挺方便 他如是说 虽然心里知道 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若是过两天还回来 他现在为什么要走啊 为什么要走啊 魏无限看了看旁边戴着墨镜 专心在开车的蓝望鸡 突然生出不舍的情绪来 如果蓝望鸡一早就对他动了心思 那这次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就算得上市处心积虑 否则以他的性格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带人回来 蓝二叔都说了 这是蓝望鸡第一次带朋友回家 魏无限不由有些心疼 又有些懊悔 你跑个屁啊 蓝湛现在一定很难过 但他不说出来 就跟他埋藏在心底的情愫一样 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以来 因为自己的大大咧咧 无数次对蓝望鸡无意识的聊拔 让他有多心痒又有多难过 魏无限心里没半分瞧不起这份感情 他最怕的就是自己没能处理好 给蓝望鸡留下伤害 即便不能接受那种关系 魏无限也想跟他做一辈子的朋友 像蓝望鸡这种人 品格好 又漂亮又优秀的 但凡他对谁是以好感 都不可能被人拒绝的 魏无限搓了搓自己的大腿 真是难办啊 蓝望鸡错过视线瞄了他一眼 困了吗 困了就睡一下 还有两三个小时才到 你辛苦了啊 魏无限干巴巴的说 没事 蓝望鸡缓了缓速度 伸手帮他把遮光板放下来 真是体贴入微啊 魏无限低头看着自己的凉腿间 自己要是个姑娘该多好啊 那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蓝望鸡不理他 他都要主动迎难而上 倒贴才行 谁叫他们 性别相冲呢 天气很奇怪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出着太阳 半路上突然开始下起雨来 暴雨接上着雷电 转瞬间天黑地暗 咫尺不变 大概是老天怪他下决定下的太仓促了吧 想打断他的计划吧 不好开吧 魏无限问 没事 我慢点开 蓝望鸡说 高速上限速120码 蓝望鸡只开到80多 幸好出门早 预留了足够的时间 飞机会不会延误啊 魏无限又问 你收到信息了吗 蓝望鸡说 魏无限看了开手机 没有 那应该就没事 你累的话就先休息一下 魏无限也不好意思说 若不好走就不走散了 显得他开玩笑似的 而且接下来要怎样相处 魏无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问题一点没解决 依旧会回到原点 雨水凌乱的砸在车顶上 魏无限起初有点烦躁 跟着有点昏昏欲睡 他轻轻闭上眼睛 醒过来的时候 车已经停了好一会了 有人在推他的胳膊 魏无限睁开眼睛 入目所及就是蓝望鸡 眉眼深邃的帅脸 刚醒来就遭遇美颜暴击 魏无限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戳了下 渗出酸色的汁水 混合着隐隐的疼痛 是一种陌生的 他从未感受过的情绪 失焦的双眼只是一瞬间便有了神 时间差不多了 蓝望鸡说 到了吗 魏无限转头往四周看了看 用手背擦了擦嘴角并不存在的口水 嗯 到一会了 看你睡得香没叫你 蓝望鸡还是很自然的说 两人下了车 蓝望鸡帮他拿着行李 一起往登基大厅走 领了机票 拖运了行李 魏无限手边只剩了个很轻便的小包 他看着不远处的安检口 我进去了 魏无限说 蓝望鸡 嗯 对着浅淡清流的眼眸 骗人的那一套话 魏无限说不出来 落地后告诉你 蓝望鸡 嗯 他语气如常的平淡 但那底下隐藏的低落 魏无限也不是感觉不到 如果蓝望鸡说声魏英 你别走 我想跟你在一起 魏无限死定就走不动了 现在就有点走不动了 这不行 在脑子里拍了自己一巴掌 魏无限跟促然醒来似的 朝蓝望鸡摆摆手 毅然向安检口走去 穿过安检门 领回传送带上自己的小包 魏无限大步向前 在转弯的时候一回头 蓝望鸡还保持着他们分开时的姿势 一动不动 跟个旺夫时一样 魏无限眼睛一下就热了 有股酸酸的液体往嗓子里倒流 他抬起手又挥了挥 沾了个很大的笑 然后转过脸去 没有再回头 他有预感 再多看一眼 他肯定就迈不开腿了 但蓝望鸡孤独助力的身影 还是一直跟着他 让他很不好受 机场的落地玻璃窗被雨水爬满 魏无限有些操心蓝望鸡回程的路不好走 恨不得想叫蓝望鸡等等他 他干脆跟着一起回去散了 去他的陈小春墨 虚有的腿折吧 可是登机的信息开始在广播里响起 请乘坐XXXX4航班的旅客 做好登机准备 飞往XXXD的航班 已经开始登机 正好就是魏无限要坐的航班 他没有了回头路 他也从没有这样纠结过 登机还算顺利 魏无限的座位挨着闲窗 靠在座椅靠背上 魏无限望着玻璃窗上滑下来的雨丝 心里默默祈祷蓝望鸡小心开车 不要因为坏心情而影响开车习惯 而这个坏心情是谁给的呢 魏无限不能不自责 旁边坐了个中年大胖子 他将自己堆满了整个座位 目测饱满的身体 还有往魏无限这边溢出的趋势 魏无限收了收身子 对不起啊 我太胖了 男人搭讪说 没事 魏无限礼貌回应 这天气真的太差了 不过既然没有延误航班 应该问题也不大的 男人说 魏无限点点头 窗外的雨下大了 天暗的不像是在中午 而是临近黑夜的黄昏 他弹性不高 低头在群里发了个登机了 快起飞了 高林峰和颜亮争相助他一路平安 蓝忘机没有反应 大概是在开车吧 魏无限叹了口气 关了手机 戴上耳机和眼罩 头歪靠在行窗边 闭上眼睛 晚上没有睡够 魏无限很快就迷迷糊糊了 但位置窄 他腿伸不开 半睡半醒的一直没太睡时 他做了个很真实的梦 梦见自己在雷雨天去找蓝忘机 外面的雨很大 魏无限在一座很大的山上跑 跑到山顶后 在一座大宅子里找到了蓝忘机 但那个蓝忘机很小 应该只有五六岁 魏无限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这么清楚地判断出蓝忘机的年龄 也不知道是怎么断定出那个 缩在一间小屋子里的小孩就是他 打开门 屋里很黑 也很潮湿 小孩抱着膝盖孤独地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仿佛已经坐了很久 仿佛就是在等他 魏无限本来想带小孩走 但最后自己蹲下去 抱住他 与他一起躲在墙角里 别怕蓝湛 魏哥哥在 他说 小孩抬起头来 用浅色的眸光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却没有睁开他 隐约听到飞机播报的声音 梦里的小屋动荡不停 仿佛在随着暴风雨摇晃 魏无限感觉有人在拍他 猛然惊醒 他看见旁边男人笑着的脸 你睡得真好 要降落了 男人说 落地已经是晴天 魏无限领了行李出来 陈小春在接机口等他 远远向他招手 魏无限推着行李过去 陈小春接住了 要另外打车吗 魏无限拿出手机 不 不用 了 陈小春舔了舔唇 我开 开车来 的 你哪来的车 魏无限侧谋看他 客户 借我的 我和 和他 打了 招呼 陈小春说 哟 都有熟客了 还可以接到车了 魏无限搂了把他的金宝 那 是 陈小春自豪道 两个人走到车边 适量挺不错的SUV 还好车呢 我这也太有排面了吧 肯 肯定的 你 陈小春放好行李也上了车 我当然值这个排面 魏无限抢着把话说完 开了车里的空调 热死 他扯了扯衣领 哎 这个 天 肯定 陈小春把车倒出去 看了他一眼 你说你 围的 啥啊 这么 的 折腾 魏无限抬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别问 问我也不想说 烦着呢 陈小春接完他还要去上班 把魏无限放在外公家门口 在车里跟他说 我 走了 你是 什么时候 想说 找我 魏无限叹口气 知道了 开了门进屋 魏无限掀开防尘布 在沙发上坐下来 因为一直关着门窗 屋子里十分闷热 魏无限却懒得再动一下 空调也没开 他跟脱了力一般 躺倒在沙发上 整个人都跟掏空了似的 巨大的失落感 把魏无限压得喘不过起来 他瞪着眼睛 已动不动的 看天光慢慢的离开了屋子 从窗檐溜走 四周变得黑蒙蒙一片 手机在旁边震着 魏无限拿过来看了眼 是蓝忘机问他 到了吗 都忘了给他报平安了 到了到了 魏无限赶紧回复 作戏要做全套 他又接了句 陪着春歌呢 嗯 有时和我说 蓝忘机回到 魏无限对着手机看了会 大拇指摸缩着屏幕上 蓝忘机发的那几个字 不知说什么好 半晌 他叹了口气 把手机丢回去 又躺了会 魏无限慢天天的爬起来 给自己叫了个外卖 身上已经爬满了汗 他去把空调都开了 这才去洗了个澡 没多久 外卖也就到了 吃完饭在院子里站了会 风还没凉下来 院子里暑气未散 魏无限浑身黏巴巴的回来 上楼洗了个冷水澡 带着一身的水珠子出来 往床上乘大字形一躺 都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什么 以前放寒暑假有空 魏无限就出去了 他肯定不会在家待着的 到处走走也不会觉得孤单 原本这次去蓝忘机家 魏无限想着不管炎亮他们待多久 自己可以待久一点 蓝忘机家不方便他自己住酒店就是了 当时在旅游 反正他从不担心 蓝忘机会嫌弃他这个问题 但也真没想到 蓝忘机对他会是这种感情 魏无限不是小孩子了 变爱也谈过几次 虽然都平平淡淡的无疾而终 但总归成年人的事 他也不是不懂 他只是从没把自己和蓝忘机的关系 往那条路上想 根本上的蓝忘机在他心里跟个仙儿一样 那是高岭之花 岭然不可侵犯 如果在这之前 有人跟魏无限说蓝忘机是鸡 魏无限估计的跟人打一架 这根本就是想都没法想的事 魏无限甚至也完全无法想象 蓝忘机要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他太干净了 太纯粹了 比深山里的血还要透明 魏无限没想到 这捧血现在要落在他手心里 他第一反应是怕他化了 咋办啊 魏无限挠破头也想不明白 他不是纠结型人格 但在对待跟蓝忘机的关系上 魏无限没办法不小心解肾 他太在乎这个朋友了 他害怕没处理好会伤害他 更怕会失去他 大概是晚上洗澡没擦干 就那么一身水递出来 又吹了空调 魏无限量到了 第二天中午醒过来的时候 头有点晕 眼睛也不太睁得开 他看了看手机 高凌峰和颜亮在群里热闹得很 一个劲的发照片霸群 原计划他们今天应该去个野山搞什么勘探的 那是他们专业的范畴 魏无限不大懂 只看到他们架着个仪器在看 也有不少蓝忘机的照片 他大概是不知道自己在被偷拍 凑在仪器前看得很认真 背影挺拔如松 风吹得他的衣服飘向一边 勾勒出有力的机体轮廓 但莫名感觉有那么一点孤独 魏无限举着手机看了好一会 把蓝忘机的照片都点了保存 然后把手机往枕头下一塞 又睡过去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是黄昏 天色已经暗了 四周笼罩在灰蒙蒙的木崖里 手机在枕头下嗡嗡震动 是陈小春 魏无限看了眼 又闭上眼睛 说了声 嗯 啊 哥 你 在干啥 怎么 不 陈小春在电话那头喊得挺大声 我补觉呢 魏无限一开口就发现自己鼻音很重 什么事 叫你 吃 吃饭呢 陈小春说 你 这个声 音 敢 魏无限听他说吃饭 想起自己一天没起来 肚子也是饿了 嗷了声 有点吧 没事 去哪吃 陈小春便说来接他 见面再说 魏无限动了动 觉得浑身的骨头和肌肉一起疼 从骨缝往外泛酸 只想躺着 但老这么躺下去不是办法 而且确实饿了 他还是起了床 脑袋里像装了一坨岩浆 沉得抬不起来 眼皮也重 陈小春还是开了昨天那辆车来 魏无限一上去 陈小春就一脸惊讶问他 呀 挺 严重 的吧 要不 魏无限照他胳膊上甩了一巴掌 开你的车 我饿死了 一天没吃饭呢 哦 吃啥 陈小春问他 烧烤吧 魏无限不舒服 想吃点热乎的 出声大喊可能就好了 但车开到夜市前一看 人太多了 到处又砸又乱 不少男的光着膀子 腰五和六的 魏无限看着就受不了 羊手叫陈小春掉头 那 去哪 陈小春眨眨眨眼睛 喝 周步 倒也还没清新寡遇到这个地步 魏无限叹口气 肯得鸡吧 想吃鸡翅了 不知是因为感冒了 看不得肮脏的 还是跟蓝忘鸡在一起混酒了 习惯了他那身干干净净的气息 魏无限现在只想去清洁明亮的地方 到了肯得基 他先去找地方坐下 陈小春去点吃的 没多久陈小春端了个全家桶过来 另外还单点了两碗粥 一个海鲜的 一个香菇鸡的 魏无限也不挑 端起酒吃 你这 咋 出去 一趟 人 根 尸 失业了 是的 陈小春说他 滚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感个冒不行啊 你没感冒过 魏无限说他 没 没有 哎 陈小春老是摇头 大口咬着汉堡 他吃什么都很香 你是牲口 魏无限随口说 他吃了几口就不太吃得下了 魏无限其实也很少生病 挺结实的 但这会越吃越脑子发沉 鼻子也有点堵 他把一次性手套摘了 不打算吃了 陈小春把另一碗也向他推了推 再 喝点 魏无限没胃口 但不吃东西好得更慢 便拿起一勺子一口一口咬 你有 心事 陈小春说他 魏无限在桌里搅了搅 抬头看着他 要是有个朋友喜欢你 还是个男的 怎么办 陈小春瞪大眼睛 谁 你管他谁 魏无限不耐烦道 陈小春想了想 是你 就行 别人 不行 魏无限喷了他一口粥 放你妈屁 我妈 早 挂了 陈小春随手擦了擦 又拿起个鸡翅 魏无限长长的叹了口气 如果我说这个人是蓝战呢 陈小春刚塞到嘴边的鸡翅 掉了 陈小春惊讶地看着魏无限 蓝 忘记 和你 表 表白 没 我猜的 魏无限打断他 这 还能 猜啊 陈小春有点想笑不敢笑的样子 废话吗 我又不是死人 还没点感觉了 魏无限咬牙道 陈小春挠了挠头 他 那个 人 不是 挺 冷的 那 我 我就 看不出 魏无限也不好跟他说 自己睡着的时候被蓝忘记摸了 不想理他了 散了 说你也不懂 说了白搭 那可 咋办 那 陈小春发愁地叹了口气 魏无限成了勺粥放嘴里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所以回来了 他想了想 这么说吧 如果是我对你有想法 你会怎么办 那我 肯定 就 陈小春眨巴着眼睛 不然 你 多眉 面子 魏无限就知道自己是白问了 滚吧你 他知道陈小春是做得出的 他可以友情第一 把他自己放后面 魏无限开心就好 但自己对蓝忘记呢 也要这样吗 这显然是不对的 感情如果不相互 那对对方也不尊重 如果不是中间隔着性别这堵墙 单纯就是你爱我我不爱你 魏无限想还可以努力一下 毕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也不对 蓝忘记如果是个女的 他早扑上去了 死缠烂打把人啃得扎都不剩 但现在不是这么回事 中间隔着墙 墙里墙外的 不是努努力就行的事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空间 跟陈小春掰扯不清 魏无限吃完饭头疼并没有缓解 从肯德基出来下台阶的时候 差点踩了个空 陈小春扶了他一把 看这样不行 又帮他去药店里买了点感冒药退烧药 魏无限回家吃了药就睡了 早也没洗 一觉睡到半夜 魏无限中间醒了几次 但是睁不开眼 就迷迷糊糊继续睡 也一直在做梦 梦见什么不清楚 只记得梦里有蓝忘记 大的和小的都有 小的那个他总想带回家 那双眼睛孤孤零零的 太惹人疼了 醒来的时候一身是汗 摸摸额头 稍似乎退了些 魏无限撑了撑三疼的胳膊 叹了口气 从床上下来 他去洗手间收拾了下 从镜子里看自己比之前稍微精神点了 他自己一天浑浑饿的 也没给人发个信息 只会拿手机过来看了看 蓝忘记也一天没理他 平常虽然都是自己主动的多 但一天没联系人家问一不问一句 魏无限还是觉得怪不得尽的 现在是晚上两点 这个点发信息给人应该算是骚扰了 而且蓝忘记向来做戏规律 魏无限没管这些 还是发了句感冒了过去 蓝忘记肯定睡了 但他明天一早就可以看到 魏无限放下手机 想去到点水再吃次药 没料到蓝忘记的信息 很快就回复过来 怎么回事 魏无限的心顿时雀跃了 洗澡没擦干 直接睡了 蓝忘记回 那你要小心 魏无限 嗯 你怎么也没睡 他想如果蓝忘记还不困 他们可以打个视频再说会话 也一两天没见面了 挺久的了呢 蓝忘记 正要睡 你也多休息 魏无限 总不能人家要睡了 还拉着人聊吧 大概就是自己以前对蓝忘记太没有边界感 才让他产生那些错觉 以为他们之间已经超出了朋友的界限 也是蓝忘记说过 既然没这个意思 就不要聊播 魏无限于是没有再回复 蓝忘记在那头对着手机看了好久 今晚柯凡尘的那通电话还在耳边 你们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看到魏无限了 他不跟颜亮一起去你家了吗 怎么颜亮没回他就回了 你在哪看见他 肯德基啊 我上班 他跟个男孩过来吃东西 魏无限先坐着 那男孩来点的东西 什么男孩 蓝忘记当时第一反应是魏无忧 但不是 不高 挺瘦的 还有点口吃 他 能走路 你傻了吗 我说他口吃 腿又没毛病 那他 走路正常 哎 不知你说什么 口吃影响走路吗 倒是魏无限看着不大好 病了似的 不过我们经理今天在 我一直在前台站着 没过去跟他打招呼 他也没看见我 知道了 别和颜亮说这事 这 你们都怎么回事 怪里怪气的 没事 没事 魏无限还是挺注意的 因为是编了个理由提前回来 那这个理由不能穿帮 也就是他不能太招摇过世 起码在陈小春腿好了这段时间以内 一来别给同学看到了 二来家里谁看到了也不好 魏无忧会问他怎么不回家 情绪本就不佳 加上魏无限又感冒了 稍退了 但咳嗽流鼻涕这几样事 一见也没露过他 他于是在基地里老老实实的猫了几天 不能出去玩 身边又没有办 不无聊是不可能的 魏无限给自己找了点事干 蓝忘机生日是在八月 魏无限本来准备在他家 最少待完蓝忘机过完生日的 到时候见机行事 给他过一过就行 现在是没法陪他过了 但礼物还是不能少他的 从网上买了些泥 魏无限准备给蓝忘机捏个东西 等你到的这几天 魏无限没事就玩游戏 玩最多的是他们一起开发的那个 虽然比较烧脑 但看着游戏里代表着自己的小人 而十醋没十心系 背着个网球带转来转去也挺有趣 游戏有双人和人机模式 提量太大涵盖面光 最开始魏无限只敢玩人机 还玩得跌跌撞撞的 没打几个十线就到了 但后来也玩出点经验 偶尔也会遇到达过的题 他胆子渐渐就大了些 开始玩双人PK了 这样升顿快些 因为是测试版 玩的人不算多 魏无限很快注意到一个 头像是个梳着双马尾的小萝莉女生 答题速度之快 知识储备之广令人责舌 他游戏上线时间不多 但段位升得挺快 很快就断则式的落下众人不少 牢牢霸占积分榜的榜首 相当于站在金字塔塔肩上 魏无限点开他资料看了 里面除了显示性别 你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魏无限也和他PK过 但败得很惨 那女孩答题实在太快了 哪怕魏无限拿了个平板 在旁边开外挂 也抢不过他 只能在他实在答不出来的空隙里 上网查出答案填上去 那女孩明显没开外挂 答不出他就不吭声 站在对面做沉思的表情 魏无限败得心腹口服 跟段位高的PK 积分也反得多 一局结束后 虽然一起达到五十道题里边 自己只达到了五六个 魏无限还是可以的不少积分 他指挥着小人儿去领积分 顺便跟女孩搭了锯枪 给他发了个牛皮的表情包过去 女孩的游戏名叫爷爷花 捏着小裙子微屈膝 给魏无限做了个谢谢夸奖的姿势 魏无限领了积分 马上去店铺里兑换礼物 想想这也算是半游戏对手所赐 跟别人PK 拿不到这么多的 魏无限顺手给爷爷花 买了树花 放在他空间门前就走了 游戏里每个人都会分配一片个人空间 最开始这片空间是荒芜的 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玩家可以用积分兑换的礼物 去装点空间 看着院子里从无到有装了灯 装了窗帘 院子里洒下的种子还发出了牙也是挺高兴的 魏无限也就这点乐趣了 你巴到了 他就玩你 捏什么魏无限心里早就有了数 就捏个蓝忘机的贴板小人 跟游戏里的差不多 反正蓝忘机也不玩游戏 他不知道这些 魏无限开着游戏 对着上面的小人而捏 也不是完全一样 想怎么捏他怎么捏 反正蓝忘机在他脑子里行神俱备 不会卡顿 炎亮突然拉他进了个群 魏无限拿毛巾擦了擦手 看是个什么群 群里就三人 他 炎亮和高林峰 这是要把蓝忘机撇一遍吗 魏无限挑眉笑笑 刚要放下手机 群里说话了 炎亮 魏少 呼叫魏少 魏无限 何事 高林峰 跟你讲八卦 蓝忘机好像谈恋爱了 你猜是谁 魏无限眼皮子跳了跳 不会给他们发现了吧 蓝忘机那个性格 不应该啊 魏无限 这我哪猜得出 炎亮 你见过的 魏无限猛了下 不是说他呢 魏无限 爱说不说 不说我有事去了 高林峰 别 那戏 那戏你知道是谁不 那个蓝忘机的族人女子 魏无限顿了顿 眉眼搭下来 不知道 你说 去高林峰他们说 这几天那戏时常都来找蓝忘机 两人会躲开他们说话或是散布什么的 炎亮和高林峰也不好意思一往前凑 目测蓝忘机应该是在跟那戏谈恋爱了 毕竟学霸没跟哪个女生这样打尽过 那戏又长得实在漂亮 高林峰 我们准备达到回府了 炎亮 恩娜 不在这当电灯泡了 高林峰 不过也玩一个星期了 挺打扰人的 炎亮 估计蓝忘机回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脱单了 高林峰 怪不得学霸高冷啊 没有那戏这个颜值 学霸肯定也看不上的 炎亮 哈哈 风歌酸了酸了 高林峰 大声的我没有 我不配 炎亮打了一串的哈哈哈哈 又问 咦 魏少呢 魏少发表点意见啊 魏无羡三的一批 我又没看见 不与置评 懒得跟人多说了 合着这俩人就是打火为了来气他 魏无羡转回头又取你你吧 有个地方总他也做不好 横看树看都不对劲 魏无羡操了声 一抬手 蹭了点力 把隔在前面架子上的手机给碰掉了 手机掉入是乎乎的泥浆里 魏无羡 今天是他的倒霉日吧 把手机捞出来 魏无羡拿纸巾擦过上的泥 虽然手机防水 但他也不可能就这么放水底下去冲 好在装了外壳 拆了外壳又擦了又擦 魏无羡也就没心思再去捏小泥人了 虽然放下一段感情的最好方式是开始另一段 但蓝忘机前几天还在暗恋他 转眼就喜欢上别人 魏无羡还没想明白 怎样能无疾无痛 自然而然叫蓝忘机放下对他的执念 两人回归到好朋友 蓝忘机就提前放手出去 这叫魏无羡空存一身里没处事 而且那稀虽好 可并不适合你啊 大哥 你真打算读完朔读完博 再回去去家乡的小方吗 但魏无羡光在这着急也没用 这是蓝忘机也没和他商量 想起来 他俩这些天都没怎么好好聊过 有时候魏无羡发信息过去 蓝忘机冷冷淡淡的 魏无羡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牢记着没那个意思 就不要瞎聊拨的宗旨 不过杜去拉近两人的关系 这关系就真的冷下来 原本蓝忘机就是被动的那个 他甚至不会去闻魏无羡 怎么现在对我一点不热情了 当然了 人家既然是谈恋爱 不管谈没谈上 但天天跟女生见面 这在蓝忘机那里就是个不正常的事 哪有时间再来操心他 魏无羡对他们目前这个状态很不满 两人不在一起 很多话说起来就不那么自然 也说不清 但是自己头脑一热 撒手就跑得 也怨不得别人 不理就不理吧 魏无羡心里憋着骨剑 不痛快 做完那尊小人儿 上好了色 中间回家一趟 算是旅行回来了 魏无忧高兴得要命 魏无羡带他玩了几天 等泥人干了 魏无羡送去烧了烧 冷却后就打包给蓝忘机寄过去了 跟着又收拾收拾出门了 水也没带 就自己 在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开鞋前 严谅约魏无羡吃饭 两人都是本事的 因为那趟出游 虽然也没一起待几天 但关系还是近了不少 严谅叫他他不可能不答应 魏无羡开车到了约定的地方 看到严谅跟一个女孩并肩站着 魏无羡第一反应就这是严谅的女朋友 今天亮哥是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呢 魏无羡走近了 展开笑脸嗨了声 女孩很高兴地回应他一声嗨 跟着说了句 你好魏无羡 魏无羡愣了下 认识的啊 不过认识他的女孩子也多 或者是来之前严谅跟你还介绍过了也有可能 魏无羡没有太奇怪 跟人笑了下 严谅拉了拉他 悄悄说 没办法 人家说约你约不动 知道我跟你好 求我了 班上同学 给个面子啊 这都哪跟哪 什么叫约不动 我都不认识他 哪他就约了 魏无羡又悄摸摸向女生看了眼 好像是有点眼熟 也就仅此而已 你还倒是挺大方的 一起往餐厅里头走的时候一边说 不记得我了啊 上次你跟我打听完忘记啊 我们加了微信的 不过你是不是屏蔽我了啊 每次发信息你都没有回应的 魏无羡 啊 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但魏无羡加的人挺多的 不熟的他全部设了免打扰 有空就看两眼 多半没那个心思看 不好意思啊 可能没看见 魏无羡说 没事 你还摇了摇手 我叫刘倩 我叫你 感谢观看